那彰化縣第13天加零 這次真的是破紀錄了 那累計確診數維持在271人 完成篩檢數是128,447人 居家抗禮快篩也有2,184人 居家隔離人數下降成14人 累計居家隔離人數是在3,165人 我們知道與其民眾 因為疫情是順行萬變的 那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一個防護 雖然我們現在感覺好像是比較沒有這個病例 但是實際上病毒就在我們周遭 那一定要這個做好防護 那我們快點施打疫苗 我們的社區盡快的盡可能的來監控 大家守著我們的這個相關的一個規定 我想我們應該很快可以回到過去 很正常快快樂樂的生活 那現在知道是分散K 第一批已經到了就是一萬九千十 那我們會在禮拜五、禮拜六打完 那下一批我們知道說 大概是分禮拜五、禮拜三、分兩批 那也是一樣 從禮拜三一直打 下禮拜一直從禮拜三打到禮拜六 把它打完 那現在預約都完成了 那民眾只需要按照你預約的時間 可以等級失敗 再一 綮拜四、節把